大家好,我是小叔 现在我在湖南省树州市的一个小的县城里边 这几天一直连续下大暴雨 所以让大家看一下这边受灾的情况 也不能说是受灾吧 反正就是路都已经完全的主干道都已经完全的被封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南方的这个夏天的大雨有多么恐怖 这是一条比较主要的一条路吧 在这个县城里边 但是基本上已经都走不了了 你看一下啊 嗯 这个水啊都是红色的 因为它这边的土地好像都是红土地 所以呢 水就有点这种颜色 我真不知道再过几天 我能不能到时候把车给开出去 因为这里边就是有很多铁路桥嘛 在主干道上 有可能就开不出去了 哇 这个好深啊 哇 这个好深啊 哇 这 哎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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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个种了一个这个 能兑换一个吧 蓝的还是红的那个 是蓝色的还是那个 15块的那就是红的那个口味王的那个 好 刚才对了一包这个口味王的这个槟榔 因为买了一包以后中了一个二等奖 嗯 这边人吃槟榔的挺多的 我也觉得挺好吃的 虽然这个东西不是很健康的 嗯 题外话 再看一下这个雨 嗯 如果这个雨再下大一点的话呢 有可能就回不去家了 就是它的一些主路口都会被封掉 嗯 可能到明天后天会好一点吧 然后我看它那个这边有一条河 都完全的涨水都已经涨到了危险 危险的水位了 我觉得还是尽量少汤这样的水吧 万一到时候有触电的情况呀 或者是什么情况 而且汽车也不要冒险 在这水里去开 这样容易熄火 熄火了以后这发动机 有可能就废掉了 对吧 嗯 哎呀 这雨还在不停的下呀 你看 虽然可能大家感受不到 但是 我身临其境 感觉到这雨非常的大 嗯 行了 今天就先聊这么多 非常抱歉 这几天 没有做那个正规的这种视频 这种直播的报道 我不知道 大家可能 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偷懒 但是我出门在外 不太方便 希望 能多多包涵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 如果我们再不走的话 我估计这个地方就走不出去了 是吧 这县城 对 在这边夏天 像湖南 湖北这块啊 或者江西 经常会发的这种大水是吗 对 全城看海 全城都会瘫痪掉 嗯 嗯 这边水太多 还会发生泥石流塌方 所以 还是咱们走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一点吧 挺危险的 挺危险的 而且那积水的那个路 尽量的不要去 人去瘫过去 因为它会有一些什么 漏电呀 寄生虫啊 也挺多的 嗯 还是应该注意一点吧 像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来说 我们基本上在北京就是七月底八月初 叫七下八上 有这种就是大暴雨的情况 其他季节都是很干燥 没有这么湿 嗯 你看 有点那么湿 潮湿 湿湿的 你看发达水还挺兴奋的 看样子 там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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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